有个身材娇小的大欧派前辈是种什么体验 每当男主的肩膀酸痛时 他都会化作小猫给他来一次舒服的按摩 只要男主感到紧张 他更会毫不犹豫地将手伸到他的面前 这天男主上班时 突然听到一旁传来了猫叫声 看到是后背喊自己 骗来赶忙起身 解释他刚刚看见了一只猫钻进了灌木丛 想着要是学猫叫可能把他喊出来 于是他便蹲在那里叫了起来 文言男主感觉他快要被前辈的可爱给融化 也就在这时骗来提醒男主快到上班的时间了 就这样两人一路小跑来到公司 不过由于工作的时间过长 骗来感觉肩部很不舒服 一旁的男主提出要不要帮他按摩 听此骗来很爽快地答应 这让男主瞬间联想到了暧昧的画面 然而不等男主回过神来 骗来率先将手放在了男主的肩膀上 作为给后辈的奖励 他打算先给男主来一次肩膀按摩 在这样下去男主真的感觉自己快要爆炸 他只好赶忙叫停了骗来 而两天半后是新员工的项目掩饰 男主独自一人来到食堂紧张地做着练习 这一幕刚好被骗来撞减 于是为了鼓励男主 骗来表示当时他因为粗心大意 把PPT都搞反过 所以骗来让男主放轻松 只要尽他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 不过男主还是有些紧张 既然如此 骗来在自己的手心写了个人字 据说只要把这个人字吞掉 一切的紧张都会随之而去 看着近在眼前的小手 男主害羞地快要爆炸 而骗来却说只要男主想要 他能画更多的人字给男主吃掉 既然骗来都不介意 男主只好欣然接受 回到工作岗位 骗来察觉男主和公司里的早川 相处得很好 男主以为是前辈误会了 他赶忙解释他俩是 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 可骗来听后反而露出了极度的表情 看着一脸吃醋的前辈 男主还以为骗来是喜欢自己 可下一秒骗来却说 他想跟早川做朋友 要是不介意的话 他想让男主撮合他俩一下 文言男主呆愣在原地 最后他还是将早川介绍给了骗来 我 猫都会好看着 我看着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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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的小伙伴的小伙伴 这伙伴的小伙伴 是